交通部观光局规划的国旅振兴计划 即将在7月15号到12月的15号上路 那么每个人呢最高每晚可以折抵1300元 那么丰年季金针花季的盛世即将开跑 预计会带来人车潮 为了要确保玉里复理浊西三个乡镇的交通宣传 玉里分局将在重要路段执行交通疏导 另外也针对各种违规太阳列为执法的项目 打造友善的交通环境 交通部观光局规划的国旅振兴计划 即将在7月15号到12月15号上路 每人最高每晚可以折抵1300元 丰年季金针花季盛世即将开跑 预计带来人车潮 为了确保玉里复理浊西三个乡镇的交通顺畅 将在重要的道路执行交通疏导 另外也针对各种违规样态列为执法的项目 打造友善的交通环境 为因应疫情解封 即7月15号国民旅游补助起跑 本门局预估辖区将涌入大量旅游人潮 为避免游客因为路况不熟 车速过快而发生交通失故 以加强规划策照请勿 避免游客发生意外 另外7月1号起交通部四季交安专案 也进入了第三季的安全驾驶 主轴在加强宣导不超速 不逼车 不无照 夏季期间 由于民众活动时间增加 饮酒聚会情形也会提升 在此也呼吁民众切勿酒后驾车 保障自己及他人的行车安全 除假期间请前来旅游的游客 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 并且遵从警方在路上执行交通疏导等措施 另外要呼吁用路人切勿有无照 超速以及危险驾车等情势 预理分局会持续以安全驾驶为目标 落实各项违规行为取缔 全力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